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 温度上升了 大家要来得很好 今天刚才也知道 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福 那么先让我们做简单题目的尴尬 我们的天上的福 我们也感谢您 您是那牛真牛伯的神 是赐福的神 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 是道的 是真理 是生命 今天 我们就介入马太福音 第五章到一到十二节 来学神 你教我们 什么是永恒的 什么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做人的标准 神今天呢 尽管就只有十二节经文 但是十二节经文 包含了这么众多的真理 我们包含了这么多智慧 我们在座第一位 已经准备好来聆听 你的真理的智慧 就让他们的心胸 机能打开 让他们的耳朵听得真得清楚 请你也高莫不得可 把你的话真的 讲清楚说明了 以上 我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作为华人 每个人都追求福 是吧 追求福 追求呢 真的我们向往的福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有一次过年 大概我是九岁 我就会好奇 我看着我们家的房子上 这个妹头贴的 一个倒写的福子 我就当时都问我爷爷 哎 不是爷爷啊 你看哪家的福 怎么倒了呢 就是浩然的 你这就不懂了 这孙子还小 你看看 这福啊 如果正在写 咱们家的福啊 就留出去 对不对 如果倒了写了 这外面的福 才到我们家 对吧 我说这有一定的道理 后来我摆了一种插手 他说你这太小 你知道吗 像我这念过书的人 懂这个事啊 咱们家其实福啊 真不少 你看看 你爷爷多少孙子 对不对 五六十个 对不对 你看着这个 这个孙女也不少 三十个 然后咱家没福啊 你看看 对不对 就是你长大了多少人 你看咱们家在农村里 没准了 到外面 跑上去 到外面就说 媳妇回来 这不是福吗 哎 我觉得这东西 也说的已经 你不什么道理啊 可是我愿意念 什么愿意念 我觉得这福啊 都停在什么呢 物质层面 对不对 比较短暂 有的福啊 也就是 你知道吃饱一个 今天饱福一个呀 你看看 请一顿饿 这短暂 对不对 有的呢 可能就几个月 大不了 十年八年 可是这福啊 没有一样说这个福啊 它是一个红的福 是一个红的福 而没有这一样 是真的来自神 祂赐着我们的福 对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接着马太福音啊 学一学 拿着圣经啊 新音乐 那到底是什么样 是真正神赐着我们的福 那下面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 再看看圣经啊 你看圣经 你看啊 这是我们新音乐里 这个第一本福音书 就叫马太福音 它在第五章 第五章 非常有名的 天国八福 很多人都能到备出流了 对吧 但是呢今天我们再讲 第一讲 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 就上了山 地 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就 这里有 他交代了什么事情呢 就交代了在这个耶稣 他诞生以后 他有经过试炼 经过受洗试炼 我们的父神 是给确认 他是真正的神以后 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 步道了 步道了 步道以后 这个时候很多门徒都根据他 就是说天国八福产生的背景 当时呢 他是有许多人的概念 他不是在平地上 而是上山 看了吗 他是在山上 所以说就有了登山保训 就从第五章 一直到第七章 有登山保训 这是一个 他是介绍 就出去介绍啊 这门徒跟着他的前来 然后耶稣开口 这在第五章 教训他们说 我们耶稣是知高的神 对不对 我们平常老实是教 教育我们 我们耶稣这个时候 他是知道的 他是教训我们 因为我们不懂啊 因为我不懂 对吧 这教训我们说 这教训我们什么呢 这有八节经文啊 八节经文 正果是呢 八福 八福啊 我这文为什么给你分开了呢 其实这里头有含义的 对不对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里的虚心 神耶稣基督告明 其实并不一定知道我们 谦卑 好学 把自己是吧 谦卑讲的 他这呢 有深刻的反应 下面我们就讲的 所以如果虚心的话 你就会神给自内国 你就会得到天国 是吧 进天国 得到天国就行吗 然后第四天告诉你 他说爱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你得到天国了 可是你一定还是平衡啊 你看 那就说呢 你需要爱动 这里说那越来越愁烦 爱动怎么会得到安慰呢 这里有学问了 这里有学问 好好听啊 然后这些三次耶稣基督以后 这个第六点啊 就说 饥渴不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保存 这里面一看到了 这四节经文都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何处理好和神的关系 我们对神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说这前面的四节 也是八福的意思 这前面的四福 看出门啊 耶稣告诉我 广除以后这个关系还是足够的 什么人还有福啊 他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 怎么相互 人际的关系 我们彼此怎么相处 临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临续 这里的中文的字 这个临续和我们耶稣基督教的 非常吻合 你也可以看到怜悯 怜悯 这是怜悯 这两个词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呢 连续这里面也会非常的悲响 急动的悲响 后来说连续呢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必得见神 对吧 必得见神 对吧 你看看 谁见过神 摩西见过神 在那山上 对吧 后来其他人谁见过神 很多人见过我们的全人宣传的耶稣基督 真正见耶和华的可能是害怕的 见了谁 大事都没命了 但是呢 我们这里 耶稣基督我赐你福啊 你要清新的话 你就必得坚持 清新 这是我给你分享啊 这个清新 英文是吧 You're pure in heart 对吧 说清新 第九是吧 第九 刚才我们发觉说 这有另一个翻译啊 说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你见到神了吗 但是还有更高层面的 就是给 就是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 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子 对吧 最后 这第九节其实告诉我们 你是有行为的 不是往内心的变化 对不对 内心对吧 然后第十节 这也是叫行为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你看到了没有 然后这个虚心的人 神赐给他们的 也是天国 而唯一受逼迫的人 神赐给他们的 也是天国 所以天国八福呢 他有八节经文 他讲述了 其实讲述了 就是七大福 七大福 这一点 七大福 那么他上不上 是吧 后来 耶稣基督 他进行总结啊 耶稣基督说 人 第十一讲 人若因我 辱骂以为 逼迫以为 捏造恶养坏 谎 肥谎以为 你们就有福了 有福了 所以耶稣基督呢 其实在那八福以外 又接了这一群 就是说 耶稣基督他是谁 他代表了正义公义和平 不是 大爱 如果因为你坚持这个 你作为基督徒 有人辱骂你们 甚至逼迫你们 然后 更糟糕的是 可以捏造坏话 诽谤你们 你们就真的有福了 真的有福了啊 耶稣基督说 这个事 你说 你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托谈 对吧 逼托谈门 对吧 因为你还识整个的这段圣经以后 你会发现了 耶稣基督啊 他在这里就叫了一个 就是我们知道哈 有两大戒律 这两大戒律是什么 第一大戒律 我们作基督徒的 是尽心尽性爱你的神 是不是 这就是前面 这四天经文 这前面这 三四五六 他给你讲这个 这是给密切相关的啊 然后后面从 七八九十 是吧 三十 这四天经文的 他是和 我说 爱临主 第二大戒律 密切相关的 是吧 这就是我基本上给你这个初步的结晶 是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接触这一段经文呢 我给你分享三点 三点 那 第一点是什么呢 你看啊 我们要想得到天国的福分 我们怎么做 我们首先要处理好 这是啊 首先要处理好 人与神的关系 你是什么态度 来对待神 来对待他的教堂 来对待圣经 来对待神的话 就是这样吧 是吧 就是这样的 是吧 人呢 他要是 是吧 要得到天国的第一福啊 就是说呢 我们 是吧 我们自己啊 要把自己原有的这个 代祟的金 让他破碎 让他消失 让他消失 然后呢 你就可以带着青光上 这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无私要失去了 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仰望神 你就开始依靠神 神的望就可以进入你的脑海里 就可以进入你的脑海里 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 他给第五章第三节告诉我们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我们中文叫虚心 指的什么呢 对象 我可以这个 把自己千倍强 是吧 然后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成定 我觉得哎呀 还是不好 是吧 我还要弥补自己 是吧 弥补自己 然后呢 别人夸见你的时候 哎呀我开始看 还学习是吧 他说你要人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这是虚心 可是这里讲的虚心啊 他是讲的什么呢 我们 我们做人 这个人呢 要首先把自己 原有的救狗 带罪的虚 把它破碎掉 把它破碎掉 然后呢 你就可以拿着 就是说 已经把这个救狗的 这个老五给废弃了 然后你的内心已经盛起了 你可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呢 就是说 你可以去请教啊 你就是说神 他就 他的话 他的话 大爱 是吧 他的宽恕 这些词 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 进入你的脑海 进入你的脑海 我们平常啊 在其实我们从大陆来到 经常不少的是工程师 是学者啊 学惯物的话 是吧 很多人啊 就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所以呢 我们还装了脑子里 装了一个违无论的问题 我这神影 看不见 又摸不着 我们怎么会 就会 就会把这个神的我 我怎么会信他呢 是吧 我会信他呢 所以经脑子里 非常的完美 这里说呢 耶稣基督告诉你啊 你真的快 你最主的心得去下来 然后 你去接受他 去依靠他 是吧 比如说 像我 过去啊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以前啊 总是觉得 别人说一个这个 这个很真厉害 这个你是英雄 侮抓 你是什么 怎么好 然后去哪间 做成绩的时候 就觉得 也很了不起的感觉 了不起的感觉 所以拿着这种心 你就很难处理好 和神的关系 不知道这种关系 所以神 往往是到了什么时候 做一个很好的计划 是吧 比如说我这次啊 到了要考学 这次到哪去工作 总是靠着自己做一个计划 而自己这个计划 和神的计划 往往有处 真是有冲突 有冲突 等有冲突的时候 往往就是装的是 头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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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都咋了 是吧 你真正的说 真正在2001年 2010 2001年 11月24号 等我们在教会 在在教会 看到十字架 得了弟兄体名一见证 我看到和我类似的问题 对吧 看到我类似的问题 这个时候 我就很 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助 等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助以后 这个时候 我准备处理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那种想法 这个想法之后 首先看看神 祂对我是什么要求 神先生是什么要求 所以这一步一步 从就可以得到了成功 把祂归因神 是吧 走向了就是不把从子 然后去牧师 就是传神的福音 走到哪个时候 走到哪个传神 所以呢 就是说 等你真正把自己的心续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 就是说 虚心自己 你就会觉得到 神 祂要给你自己的福 好了 不是我得要 我啊 我能够把我自己的心续下来 是我心里还是不平安 我每天有人看到我为生活而成 我为工作而成 我还为家里人而成 我还为 我们今后 甚至有的人都觉得 我这年岁越来越大了 我会为生病而成 我得不到安慰 那怎么办 耶稣基督说了 这就说 我们这第二福啊 就是说 要想弄神的福啊 私的福啊 得安慰啊 你需要为自己的亏欠神的东西 而哀痛 而为神的哀痛 就是说 印证上来 就是说 虚心 虚心的人 就是说 虚心 你看一下 前面啊 你看 哀痛 哀痛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 必得 必得安慰 必得安慰 为什么说 哀痛的人 他们能得安慰呢 我们的 我们经常的哀痛啊 往往是因为失去至亲 最要好的朋友 是吧 最要好的朋友 或是失去最后工作 我们感到哀痛 而这种哀痛 这种哀痛啊 这种哀痛 往往是 你就可能 越来越 这个 痛苦吧 然后可能得到抑郁症 等你得抑郁症以后 你得到有想自杀的景象 可能到这自杀 是吧 而这里告诉我们的哀痛 不是 简单的这个意思啊 这里讲 这里讲啊 谁告诉我们哀痛的人 为什么哀痛啊 是为你自己 不能 是吧 不能这个 自重 你自己不能自重 然后呢 你失去 失去你的和人之间的成绩 失去和谁之间的成绩 对吧 失去和人之间的成绩 谁要成绩 是吧 这个什么呢 你这个哀痛啊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呢 真的哀痛 为什么哀痛啊 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而哀痛 为我们自己不能自重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自己 是吧 为我们自己 不能 不能 保持啊 就是说我们的成性关系 为这个而哀痛 是吧 我们还为神呢 他为我们的劳苦 他在地上出生的马草里 是吧 他经过多少个试探 是吧 四次昼夜 没有吃饭 对吧 经过多少个鞭商 为他对我们受的苦 而感到哀痛 如果你这么想的时候 那有这个经历独安慰 从经历独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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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个人 要想他们的安慰的话 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平衡地 对不对 如果你从加拿大 你从中国来 你来到加拿大 你本来期待什么呢 你才找一个十几万公司 工作 是吧 你想你的孩子 上最后的学校 对吧 可是你来了以后 你可能没有拿过这个标准 你找到的工作呢 可能是一个挣三万公司 可能是一个晚上干活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没有这个取得六九 但是 如果你来了以后 看到这里的水 看到这里的空气 又多么的好 你又认识真神了 这个时候 你的心也会平静下来 又会平静下来 所以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安慰 而我们 就是说 最快最好的办法 而 这是我们怎么办法的安慰呢 是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 阿们 他怎么赐给我们阿们 当你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你要想到耶稣基督 为你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你就能够得安慰 还有什么困难 比什么大的问题 比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更大的事情 对吧 耶稣基督他亏欠了我什么 耶稣基督不欠我什么 但是他能够我们死在家 我在多连多的时候 有一个名人 他是出台湾的正姊妹 这位姊妹啊 他在台湾的时候 是很好的心理咨询师 对吧 非常好的咨询师 他就随着先生来到加拿大 来了以后 像我们在乎的很多位一样 他来了以后 没有去工作 也没有人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那他先生是在台湾 排大毕业的牙科医生 对吧 他有全新全医学 就是叫先生 考牙医 考牙医 他们听 开始两个人都没有收入 就这样经过三年以后 他先生考到了牙医 就叫五六年医生 对吧 考到了牙医 他们这家庭 他这个 我们这个随便 每天早晨四点多 开始祷告 放了音乐祷告 一祷告就两个小时 还给别人接 就是接断通告 这个随便真的被神所安慰 我看他真的过得喜乐 不管是那一次的喜乐 而且他的生活 真有安慰 他有两个儿子 在英国建设了 在多伦大学 都很有名字 他最不信神的一个 就是他的婆婆 再是在国民党实际上 高级情报人员 在他这么多年 是唯有论 不敢信神 在他这个 在他们都得到安慰 他能为他祷告的时候 最后 生命快垂危的时候 这个肚子 肠子 就开始咬鞋 咬鞋了肚子了 肚鞋肠子 吃不了东西回去吧 在这个时候 他幸福了 他幸福了 所以他们全家 真的 蒙族 得到了安慰 得到了安慰 好 我给你们啊 我又能够 我又能够这个 癌痛 是吧 我又能够癌痛 我还能够是吧 我愿意让我 把我的心给去下来 把我的心去下来 把我的心去下来 那我这样就好了吗 耶稣基督教导说 除了这个以外 我现在还给你更好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生日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房子 对不对 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一直流浪 为什么流浪 没有 耶稣基督说 温柔的人就服了 他们必承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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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 我们 连我糟糕自己的样子 你来了加拿大以后 我开始去 治房子 这是我们的生存权 这是我们的生存权 是吧 那神呢 等你真的温柔的时候 这里 不是说 一个太太 一个女孩 我给你倒杯茶吧 然后她说 哎呦 你看看是不是肚子疼了 不舒服 你弄点热湯 是吧 然后背不好 跟你吹吹背 对吧 她不是教你这个 不是教你这个温柔 这里的温柔是说什么 我们自己能够接受神 对我们的教育 我们能够有一个胸怀 能够接受别人 对我们的建议和批评 接受我们的建议 当你能够接受神的话的时候 神的建议和批评的时候 能够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的时候 神就被恩赐了 我们在这个耶稣洋记啊 他有个记载 当时 以色列的神 有许多个人 以色列人 给他们的批评 告诉他们 你们走到哪里 这土地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但是 有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呢 你能够接受神给你的承诺 那我们这里说 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等我们 你真的温柔的时候 神他就赐给你 赐给你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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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我来部会啊 三个月 你知道我听到了多少建议 对不对 上面 从我们的宣告会的时候 从我们去上面的时候 教会的时候 然后我们教会里 先的事工委员 几乎每个人都给我提过建议 都给我提过建议 我有 当时有人给你提建议的时候 一开始的话 你脚都刺了 这批挺我嘛 脚弄得不好啊 是吧 因为为了我自己的自尊呢 我们都不想错 都不想错 对吧 都不想错 但是 这种心态 如果你想起耶稣基督 给你的教导的时候 你真的把它 把别人的建议 能够拿进来 装的到他里 你就会真的进步 真的进步 我就前来前来前来 其实取义准备 给我提了一个太后的建议 他说 王上大道 我看着你的道 讲得还是越来越好啊 这显表情 对吧 对吧 他说 你也挺自信的 可是我有时候 你讲道的时候 就打这个篮头了 他说 这个 看着你不自信 看着你不自信 你还说呢 他说你呢 说话的时候太乖了 徐国伴告诉我 他说 我们听不懂 是吧 后来 他说 我说 真的感谢你 你知道吗 今天你看我大转头 少了 少了 然后呢 说话的时候 你不要说那个 是不是 你讲道了 你就是讲给大家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真理啊 又不是问大家是不是啊 对不对 他说 等这个时候 你给你感谢的时候啊 你真的能够提醒一下 神呢 就给你 就给你 你真的有了 这个讲的什么意思呢 你真正能够 激进这个 科幻的批评 建议的时候 你和别人的关系 就能力出 你这个人呢 把自己呢 我们叫 养长力短 你的短处 别人告诉你呢 你去改进 然后你的长处 你继续发挥 难道说 你还有什么问题 不能做吗 别说这个统地 是吧 那你就是要什么 谁可能就 恩赐给你什么 对不对 我们没有多么贪婪 是不是 没有多么贪婪 各位精神尉为 我因为 就是说 你因为虚心 你得到了天佛 你因为爱痛 你又得到了什麼安慰 是吧 然后呢 你因为温柔 你又得到了地土 三样也得到了 你看这三样 是我们基督土 最堅固的东西吗 我们基督徒最希求求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心灵的满足 是精神施量 所以耶稣基督徒告诉你啊 他告诉你第四大题 就是什么呢 即可不易的人有福了 即可不易的人 他们必得保证 必得保证 你知道吗 神最希望为什么 希望罪人得救 是吧 你能够认到你的罪 你愿意依靠神 让祂拯救你 你愿意把你因为罪和神 分离的关系让祂解脱 是吧 让祂解脱 你愿意让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 让祂来引导你的路 让你来依靠祂 等你追求公义的时候 等你追求正义的时候 等你追求神的爱的时候 等你追求彼此相爱的时候 等你认为宽恕是你人生的准足 宽恕是人生的准足 等你认为你应该贡献于和平的人的时候 你是要做这样一个极可故意 就像如一思可的时候 神就告诉你 你一定能满足 不管是你精神上的 你物质上也不会缺乏 你不会缺乏 我看在此的各位兄弟姐妹 都有这种 对吧 极可美 我想举一个 我不要指名字 你知道我们每次 现在每天星期天 来到这里 就接待 是吧 唱诗的 我这讲道的 这个做影像的 有一个人 他给我们一直在携手这个事 是吧 这就是我们一个姊妹 这个姊妹 这个姊妹 来了以后 三个来月 和他们一起 侍奉了 我感觉到 真的是一个极可牧衣的人 这是一个工业的人 因为他的极可牧衣 他有多大的困难 他能不能克服 再痛苦 爸爸要昏迷 还照样有行 对不对 是吧 工作 有压力 可能照样可以享受生活 对吧 所以呢 各位听个字幕 等我们 极可牧衣的时候 神 他一定让你得保护 因为神的义 比大海还要深 神的义 比天国还要高 神的义 是无穷定的 只要你极可牧衣 你就会得保护 好了 这是王靓友 我 和神的关系 借着这四条经文 我基本上明白了 当然他有所谓 就这个 神肯定不让你 就此为止 对吧 神他给你更好的 等你求的时候 那说什么呢 第二点 你会想什么 你要想得到神那里天国赐的福分 你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 因为神要有什么 不要彼此相爱 对不对 那么 换出这一点 耶稣基督又告诉了 另外四大死 他说 是什么呢 是吧 几可牧衣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保护 不对 下一个 第五方 是吧 我们人要有灵敏之心 是吧 灵敏 他人 你就会被神所灵敏 是吧 灵敏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立盟离序 这句话你想一想哈 在这个James Helen 这个十九世纪啊 最伟大的一个神秘的指揮家 他告诉我们有三条 是吧 同情 关爱 灵敏 同情 关爱 灵敏 如 我们这是人类的三大高贵品质 是吧 然后我们这儿耶稣基督 这里都叫做我们 灵敏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同主序 你知道啊 神在造人的时候 祂是造人造人造人 我们真的有公平的权利 对吧 但是神没有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一样 你看到我们在做的每一个人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因为你出生的每 有的时候 是因为你生活的变动 或者说 有的时候 我们因为 内心的转弱 出现一个 或者说 我们就是在做的 我们自己啊 我们身体上会有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有走路的 就是说生活中 有走灾了的时候 有走灾了的时候 对吧 有走灾了的时候 对吧 有的人 他是应该被灵敏的 对吧 我同情他 我同情他 所以等你有灵敏之心的时候 耶稣的基督告诉你 你被你必被离去 你必被离去 对吧 你必被离去 怎么说 好 比如说 我们 在中国呀 我是在 来的多伦多 我们来的加拿大 是吧 每个地方 每一个步骤 你就会发现 等你 临续别人的时候 你在神那里 你的灵敏的成长 提高到 比你不灵敏别人 我想 要快乐 快乐 快乐 等你灵敏别人的时候 别人 在某个时候 他也会 反过来 来看你 来帮你 对吧 特别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他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主要的孩子 你能够彼此互相帮助 你彼此互相相爱的时候 神他就会给你 这方面的灵敏 他说 你一定会得到灵敏 对吧 就我自己来讲 我有时候在人生坎克的时候 比如说 不是太坎克了 就是也不是走得多么灾啊 但是呢 他人生呢 有一个低谷的时候 低谷的时候 对吧 我到了京 当时七圣 对吧 又给这个大学提了建议 又给我们的这个部门提了建议 是吧 我说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 就以王后然好 都不好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出一些问题 对吧 就出一些问题 这个时候出了问题的时候 那有可能就比较严重了 我这时候开始在多伦多个北京两边飞的时候 经过六个月我在教会前心的等 我仰望神 我那种睡不着觉的状态 我那种不平安忐忑惯的心 全都放下来 所以神 他真的灵迷我 他真的灵迷我 真的灵迷我 还有 对吧 那我们已经得到 这个病 我这机会得到宝多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又这个主要教导 我们下面 就是说 我们 就是说 已经得到神 你并没有离去 并没有离去 了以后呢 那上帝还告诉我们 就是说 你还有学法的地方 那学什么呢 你要 做人要光明冷冻 为什么说做人要光明冷冻 他就是说 清心的人有福 清心的人有福 这个心呢 怎么清华 是吧 你可以理解这字啊 他就是纯洁高尚 纯洁高尚 对吧 英文就是说 tower pure in heart 平洁高尚 那等于你最主心 纯洁的时候 你不有那种私心惨念 是吧 我就不会再忌妒 对吧 我就不会老想着 怎么把别人弄糟了 显着我自己好一点 对不对 你看到 等一个 你跟一个经常 有时候你跟一个 不纯洁的人相处 你会觉得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因为呢 他的心不纯 代表你不自己 也很难纯 对吧 很难纯 所以呢 那你就很难 就是说 内心平安喜乐啊 这些事情 都比较难以得到啊 都没有得到 是吧 都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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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前面你看这吧 前面的六幅啊 都是我们人的内心的变化 对吧 六心的内心的变化 后面讲什么呢 我们人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那天国第七幅 什么呢 他说 缔造和平的人有福 缔造和平的人有福 是吧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们呢 能成为神的儿子 是吧 怎么说 为什么 能够缔造和平 使人和睦 就能成为神的儿子呢 我们前面已经 就是说 见到可以见到神 但是呢 你要想成为神的儿子 他是有要求 什么要求啊 谁要送你福啊 你要使人一个和睦 你等看到别人打架的时候 你的眼睛高兴啊 打呀 打呀 特别是在 我们911事件的时候 二人给你演啊 在这个 在北京看电视的时候 一看到北京的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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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的双四星被炸的时候啊 然后呢 很多人说 美国我加油去炸啊 好 就说呢 这呢 都不是 都是不是 逃人熄 都不是逃人熄 真正考人熄的人呢 你是爱和平的人 你不喜欢暴力 不喜欢暴力 在我们这个近战人类历史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 他们因为低到和平而蒙福的人 但是 我们说 这个 印度的干地 是吧 他主张是这个 主张是什么呢 就是非 不合作运动 他不输入暴力 让印度走向了民主人权的国际 是吧 是这 南韩的金大战 南韩的金大战 也是诺贝尔奖 和平养获得者 对吧 这个和平养获得者 他同样是 等你低到和平的时候 你就获福 你就获福 神他会随 我们 最近 最近啊 我看在第八部上 那我们 作为和平的 我们基督徒 每个人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宣传和平 爱和平 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和平的使者 你看 耶稣基督等看到一个妇女呢 他被 要 他被因为犯监以后 罚他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他怎么说 他说 你们谁要没犯过罪 你都可以杀 要不如 你就停下 他告诉这个妇女说 以后不要再犯了 是吧 等这个彼泽 他拿着箭 抓捕耶稣基督的人 他要叫他耳朵以后 耶稣基督告诉他 收箭如窍 对不对 我们耶稣基督 他就是真正的一个使者 真得罪 现在所有的 我们知道所有的 应该说 都是 耶稣基督的 都是他们的开 是吧 那最后一夫 最后一夫啊 第八夫啊 他说耶稣基督说 什么能最难得可贵呢 他说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基督从第一夫 又回到了最后一夫 他告诉我们 不管你是唯一受逼迫 或者是能把自己的心 驱下来 我就给你天国 你一定有资格拿到 进天国的这个通行证 你懂吗 就拿通行证 这就是说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基督祖 你 我们平常生活在加拿大 这种隔壁的一个环境里 我们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我们信主 跟随耶稣 可是你知道 在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刚诞生 他就是误会了 误会了 误会了 很多人也不承认耶稣基督 是真实的 对吧 很多人还肯定是侮辱他 到现在也是 我们在海中有五少个人将有 古巴 北朝鲜 有中国大陆 宗教信仰不是自由了 很多人 不知道每天有上海的人 因为受宗教信仰死 因为信仰 耶稣基督 传过福音 而受到破坏 他们 耶稣基督说 你们 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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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受人 为了福音 为了这个业 为求我 而受到逼迫的人 你们是有误的 我把你所有的人 都不自作为 都给你的福 进入天国 就是天国 那么我知道了 现在 就是说 天国八福 有前面四福 后面四福 前面的四福 和我们第一大介绍 爱情 是吧 用尽心尽力尽应去爱情 那么后面四福 我们要第一次相反 那最后耶稣基督 他做了一个总结 他就做了一个总结 这是分享第三点 作为基督徒 不要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害怕 我们知道我们也问紫围啊 从大陆来啊 说我这么多年是不甘心的 因为怕受到迫害 确实是很多 不少的人 是因为这个受到迫害 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你 人若为因我 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到各样的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各位兄弟兄弟 我现在做好准备啊 愿意为义 为基督 是吧 为不怕爱吗 各位兄弟兄弟 你们现在准备 是不是要接受 为接受耶稣基督 他的八福 做好准备 不怕爱吗 我们作为一个 勇敢 接受耶稣基督 四位八福的基督徒 我们的天上的福 我们感谢你 你的八福真的丰富 虽然我们世俗的福 察觉很大 但是 在我们加拿大 在美国 这自由的国度里 我们看到 你的福 和我们生过的福 是那么相近 当我们接受你的福的时候 我们心里是那么充实 我们生活的改变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从我们的言行 举止 与方方面面都发生改变 都向你 各位兄弟兄弟 各位 谁啊 请你真的自福 给我们每一个 沐浴的弟兄弟们 以上大福 普贵一共耶稣基督 阿妹